M.C.A. 跟昨天一样 是不是啊 然后准备了准备了一个小卡片 随便找了张卡写了写 有点慌 你先说 没事 没事 至亲爱的法卡 说实话写这封贺卡的时候 我在想我为什么要写这个贺卡呢 大概还是因为有些话想在这个时候说吧 想起第一次见到法卡的时候 法卡穿着蓝色的萝莉裙 头戴蓝色的发姑 唱着一些语速超快听也没听过的日文歌曲 当时说实话我脑子里想的是 这个人看上去绝对不是普通人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有中二这个词 没错 时间对一个人的本性是最有力的证明 随着一天天的相处下来 我心里无厘头的李怡童变得可以独挡一面 偶像剧综艺节目都有他活跃的身影 可能他有时候会有一些任性 但他已经学会了如何控制住自己 记得有一次法卡的节目需要排练 但是已经很晚了 人还没有到齐 生气的法卡就在舞蹈房里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我问他你在干嘛 他说我在发泄 我说他要控制住自己不要生气 那时候我就突然觉得五六年前 那个在休息是吵闹的李怡童 不知不觉已经长大了 让我庆幸的是 但是本来舞蹈动作有些僵硬的 他已经可以很完美的做出wave了 六年时间 六年时间努力的你 像柯小草一般坚韧 靠着自己一步一步 又一次登向了那个宝座 但是一个 皆享受所有人目光的位置 是自豪是骄傲 同时也会有煎熬 面对各种舆论 我希望你可以以平常心的面对一切 夸奖当作鼓励 批评当作动力 未来的你一定是更好的 毕业快乐李怡童 这算是第一次生日公演 他又给我写信嘛 然后我想 最后在他的毕业公演上面 给他写一份 那菠姐你今天还没有做我介绍 好歹 你们要不要打针啊 要 大家好 我是给大家注视爱的正能量的成员 你大家可以叫我银包 也可以叫我河河姐 谢谢大家 耶 赛道 陈嘉宜 谢谢大家 谢谢 陈嘉宜 谢谢 真的谢谢大家 陈嘉宜 我要打一斗素 你你陶吃多辣 被我们填够了是吧 太甜了 谢谢 谢谢 陈嘉宜 谢谢 我就说刚刚在后台的时候 看贺贺姐自己练完舞蹈之后 一直拿 她可能已经自己打好了 然后坐在那个桌子前面很乖 关着灯这样再一个一个抄 而且写了很多字 你看一下 没有 没有很多 念起来很快 其实 而且为什么 花了 都印花了 对对 因为写完没有干就盖上去了 没事再写一封嘛 哦 哇天 其实昨天 昨天跳这舞不是错了很多吗 然后 就非常的惭愧 然后今天上午有在我们 补业室里 又继续在那边跳这个舞 然后我们同事说我跳的像广场舞 对可能是我跳的不够好的 今天尽量没有出太大失误了 太棒了 没有没有没有 感谢大家包容 而且今天没有戴那个隐形眼镜你在那里跳 对 对 我今天出门太着急了 太想赶紧过来参加公演 然后我就很随意的拿了两个隐形 已经发现两个完全不一样 然后我就很尴尬 然后我就问大家借了一个评光的 所以大家在我面前都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帅气 对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大卡接下来的节目吧 请接下来后面精彩的UNIT去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